瑞芳基隆河左岸合体步道全长将近4公里 环境清幽又干净是瑞芳区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地方 每天都有近百人在这里走走 只是就有民众反应走到中段的部分 想休息一下却没有地方可以稍作休息 今天远离一期便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研议设置休憩设施的可行性 那因为全长有刚有讲了有3、4公里之长 那所以民众在走的时候有受希望能够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所以经由里长以及我们那个樱花步道理事长的建议 他们希望在我们樱花步道的这一段 能够增设一个小型的一个休息区 来提供给我们散步休闲的民众的一个休息 中途休息的地方 地方就表示这几年在步道沿岸种植樱花 要让步道在花季时看起来有不一样的色彩 但考量到来步道的大多是有年纪的长者 走一走也有需要休息的地方 所以才向议员反映 希望能够协助设置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来现刊 那我们预计会在整个樱花步道的左边 左侧的部分 然后来设置休息区 然后经费的部分 然后一起将会来协助争取 因为现在这条步道很多人在走 然后因为整段也没有一个比较漂亮 可以休息的地方 所以感谢议员全程配合 然后补助款下来 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小公园 越林奇表示 基隆河岸步道吸引很多人来散步见走 但是有民众反应因为步道长度较长 如果中途休息就没有休息座椅可以使用 因此他也会协助争取相关经费 要设置休息空间 让民众散步休闲 有地方也可以休息一下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